各位歡迎大家收看這個節目 我是小提琴手葉兆熙 今集講的是左手手指尾 有朋友問我怎樣可以令手指尾按弦的時候 按得有力量一點 有沒有方法去練 我們首先要知道 什麼情況之下 手指尾是會沒有力 什麼情況之下 手指尾按的時候 會好像不清楚或者發不到力 其實只有一個情況 就是如果你的手指尾是平的 任何一隻手指 如果它是平的 它不是一個角度 不是彎彎的 如果是平的話 去按弦 它一定會沒有力量 因為那些力量 只是停留在這一節 但我們其實 如果你想手指很有力量 很清楚去按 是應該給那些力量去 手指尖那裏 而給那些力量去手指尖那裏 是需要手指尾或者手指彎的 為什麼其他手指一指一手指二手指 是可以這麼容易發到力 用到力呢 就是因為很自然我們按音的時候 我們手指是彎的 我們比較少是會這樣 如果是平的話 就算是一二手指都好 你都感覺到它是沒有力的 如果是平的話 但是通常呢 即使是初學者 都比較少是一二手指會這樣平的 所以第一樣東西就是 不要給手指尾是扁的 或者三手指都是不要給它們 不要給任何一隻手指是這樣平的 另外我想大家 拉的時候 練習的時候 檢查一下 如果我們做了以下這三樣東西 就會令到手指尾是平的 哪三樣呢 就是 如果 你打開 你習慣了打開手掌去練的話 大家看到 一二手指是影響不大 即使打開了手掌 但是去到三手指 開始勉強了 然後四手指 大家要記住 四手指是這麼多隻手指之中 最短那隻 所以如果手掌打開的話 四手指要按的時候 是會不夠長的 覺得好像不夠長 是不是真的不夠長呢 不是 是純粹因為你的手掌打開了 第二樣就是 手腕一樣 有些人拉琴的時候 不自覺是用多了力 手掌 對不起 應該是手腕 推前 大家看到 手掌推前 應該說手腕推前 也是 會令到手指尾是平的 也是很難發力的 第三樣就是手腕 比較少人說手腕 拉E線和A線的時候 我們手腕 或者應該說 那個前臂 大致上是垂直 但是 當我們要去拉D線和G線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只是叫手指 這樣 你原本是按開A線的 按開E線 按A線 這樣就按旁邊 G線 大家看不看到問題在哪 手指尾 是要打斜 或者打橫 去伸去按 我們不應該 給左手手指 要做這個打橫的動作 這個不是一個直接 按弦的方法來的 最直接 或者最容易 對左手來講 最容易就是 直線 垂直 下降 關起來 如果你要它關起來 但是關起來 要打橫的話 動作會很不靈活 很倫盡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 手腕沒有準備 我們如果手腕能夠 在拉G線和D線的時候 向自己的右邊 向自己的右邊轉過來 大家看到 本來E線和A線是這樣 但一轉過來的時候 然後呢 手指尾 就已經是去了 G線和D線 這樣的情況 它關起來的話 就很容易了 還有呢 它多數都可以做到 這個手指彎的 這個形態 如果不是的話 要按D線和G線 你看看 我的手指尾 其實算很長 大家看到我的手指尾 是長過 過了這個 無名指的 這一節 但即使我的手指尾 是這麼長 要去按G線和D線 都需要用手腕 那可能你會問 手腕要過去右邊 要多少才夠呢 我的標準 以我去我自己 我要看到我的手腕 才算是出得夠多 第二件事想說的 就是 怎樣去練 是有辦法練的 我們先要知道 不是手指不夠力 手指是絕對夠力的 只不過 我們需要的力 不是 不斷 揉緊它 揉到它扁 按到它扁 那種力 不是那種力 我們需要的力 是 是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發力 的那種力 什麼意思 我們需要不需要 在按到調弦之後 再要按緊它 其實不用的 我們要 我們不過是想 調弦碰到指板 就已經夠了 那要調弦碰到指板 要很多力嗎 絕對不是 我想 所以我需要的力 分分鐘 是比我們 打鍵盤 所用的力 是小 我需要短時間 出拳 怎樣練 先不要管 手指 尾 是不是很近 我們 給它打開手掌 差不多打開手掌 當它這麼高 在這麼高的情況之下 然後 最短的時間 你應該聽到 手指 打下去 那個fingerboard 那一下 是很乾淨的 有些像什麼 有些像 如果我要 你去練 左手 去做 Action Action 之前 Action 當然是用指弓去做 Action 之前 是否發力的 但是 我們其實咬緊了 Action 但是 發完力之後 那一下 就是鬆的 左手一樣 我想 大家可以試一下 放鬆 然後 發力 發完力之後 只不過是 給手指 保持 按住 Action 的姿勢 但是我們 不需要再握 不需要再給 更加多力的下去 我希望大家 可以掌握到 這個分別 是發力的重要 我們不需要 去練到手指 好像 做健身 我們想 這裡有個老鼠 不是這件事 我們是想 它要有一個 爆炸力 如果你做得到 可以將那個範圍 慢慢縮小 不要那麼高 慢慢近一點 但是 看看可不可以 給那個動作 保持很乾淨利落 如果都做到 我覺得這樣 才去用 Stratik 或者 Savchik 這樣就會有用很多 好了 好